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我是郭郭 暗服务难道只是女孩子的专利吗?当然不是 那么今天的阿郭和他的朋友们就将带大家去拜访一位男孩子 去听一听他的一些经历还有穿搭的心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哈喽 小时候是个口袋妖怪迷,然后就感觉年纪大了,还对他有痴迷 然后小时候没有钱买,然后我就到了有钱有精力的时候,就玩了很长时间 这个多少? 这个现在市场价应该是2000多,但是我买的时候还比较便宜 这一层主要是配饰 我看到了荷包 哎,还有荷包什么的,然后底下主要是我的衣服,已经被抽出去一大部分 这个抽屉好好看,这是抽屉吗? 这是挂裤子的 哦,好的 我看到了棉花桃,后舞桃 因为这两个盒子比较结实,可以放到那边 这里是上衣是吗? 对,这边都是上衣 我最新说到的是这件雀兰的笔甲,然后这个料头还挺喜欢的,它是那个如意山茶纹的,有点偏送的纹样 雀兰的笔甲 雀兰的笔甲 哇,好好看哦 好微转 微转 因为我看就是他家的版型整体来说就是不是那么A字型,就是有点偏直,然后尖的话没有做得那么整 笔甲的感情还是比较适合男生的,所以当时虽然是分马的,我还是买的,就感觉整体的配色也比较适合男生 最常穿的一套应该是那件死亡八笔粉的那个盗袍,加上雀绿的那件披风 虽然说那个桃粉色的盗袍,单穿的话可能确实有一些 不好驾驭 对,很难驾驭 但是感觉搭上确绿的披风之后,感觉色快整体的就是饱和度往下降 最喜欢哪一件单品? 暂时最喜欢的就是那件我来料的,薛兰的花螺的那个披风 然后那个领子就是跟朋友一起设计,然后找秀娘秀的那个领子 这个花螺质感有点像韩国的亮丽莎的那种质感 真的是挺难的,因为主要的话就跟女装差不多嘛,还是分成品跟来料 那成品的话整体要,版型要过关,对吧 再加上因为从客观上来说,男装的制作难度确实要比女装总体来说要难一些 然后功量会稍微大一些 所以现在长期待价男装基本上不可能有 然后它这个男装如果说成品的话 一个在价的时长,包括一个能接单的量,其实都蛮受限的 我觉得所以来说成品基本上很难买 然后来料的话,估计你也知道 女装非常难抢,男装其实也是一样 甚至更难抢吧 对,甚至更难抢 因为它可能男装跟女装的设置的这个比例 来料供费的比例也不一样,它强起来可能会更 所以总体来说,不管是来料还是成品,男装来说都更难一些 那你自己的衣服是因为来料不住还是成品不住? 我基本上是对半吧,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料 因为我觉得来料能够更加去实现自己的一个脑洞吧 因为我现在可能主题新的搭配会更加的多一些 然后有更多的想法和更多的心机啊,去实现一下自己的脑洞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当然看到好的成品我也会买 有成品商家推荐吗? 推荐倒算不上吧,但是我觉得我经常买的几家男装的话 不说经常买,我买过的话,买过的 汉寺,然后谷月惊人,金额,昌浦的话 现在之前是有成品的,现在不确定还接不接单了 吉卢和鱼汤,吉卢和鱼汤的话我觉得就分入门级和高级一点 他们两家的衣服可能算是比较高阶一点的明智男装了 但是他家可能入手的途径和就是接单的这个量会受一定的限制 如果说要买这件装花类的话,男装的话版级比较好的话 可能还是推荐韩克思路,对 我一般的话就是要分非主题性的搭配的话 我可能就根据自己手上也有的衣服然后进行搭配 那主要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根据颜色来搭配 就是先有颜色,然后可能把它能联系到什么 然后这样的话配饰的话可能能配上去 就比如说像那种桃红柳玉这种的 如果能搭上的话,我荷包啊 可能其他的胸针的配饰啊 可能就会选择相应颜色的那个联想的一些东西 主题性的搭配的话主要可能就是根据有什么特别的主题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脑洞 我之后想做的一个就是那种清水山水的那个主题 然后最近做的一个主题性搭配就是有关中秋的 以中秋的一些元素再根据每一个元素进行区块的搭配 就比如说我们有中秋联想到的对吧,兔子 然后桂花,金柜单柜啊,然后包括月亮啊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根据这一些元素再去找相应的搭配的食品质 这些套路跟女装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对 这个是本身准备中秋拍的五套搭配 但是因为这个衣服到了陆陆续续 然后也不是非常的全 然后至今还缺一件,所以一直没有拍得成 是根据五个中秋的元素来定的 这个主要是单柜 然后还准备了单柜的荷包 哦,好看哦 我已经能想象到弹幕会刷过一堆 我竟然活得不如一个男孩子 这是单柜的 是胸针 是胸针吗?是的 是的,烫花的 对 因为这一套是单柜的 所以单独做了一个单柜的胸针 这个是个桂花小扇的蝉花的胸针 对 正好这套搭配有一个团扇 然后正好就可以组合到一起 哇,这把你买了? 对 这把我记得挺贵的呢 现在已经涨价到2000了呢 我问的时候好像是1800 我买的时候是1800 买完就涨价 我有什么办 有没有发现 一样的吗 所以它们是一套吗 不是 这个不是一套 但正好就有个呼应 但这个毛绒绒的好可爱 配饰的话其实主要男生可以用的配饰非常少 我一般的话就是胸针 然后夹子 夹子的话主要考虑就是戴在一些手符上 类似唐心亚这样的 大概夹在这个位置 就一般还是一些花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胸针 比如融花啊 葱草啊 然后灿花 然后蝉花 然后蝉花这种 我觉得给男生的一些入门的建议的话就是 首先你得明确自己是想要什么 或者说我要怎么去搭配衣服 我有怎样的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然后这个话考虑清楚之后 我觉得搭配方面的话 可以去借鉴一下隔壁女装的搭配的一些经验和方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通的 不管是从搭配的颜色啊 还是搭配的技巧和方法来说 其实都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其实我觉得跟时装搭配 它也是有共同的地方 所以其实就可以借鉴 然后我觉得入门的话 可以先从版型比较好的一些基础的商家 开始买 价格可能相对平民一些 然后如果到后期的话 可能就是自己 比较想要一些比较质量更高一些的衣服了 那再考虑入手一些 版型更好啊 对更贵啊 更大老子的一些商家的衣服 颜色方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个想法 刚才我说了嘛 个人的一个特点 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如果整体的话 就喜欢那种比较古典的配色 或者说像容像啊 那种的配色的话 其实我觉得 就更多的去参考一些容像画 就更仿古一些 如果说自己想更新潮的一些搭配的话 或者自己能接受更加跳跃的搭配的话 就是可以自己去选色 这样的话可能空间和方向还是更广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希望大家能更多的 我这个人还是蛮热情的 因为对于一些微博的私信啊 还是B站的私信 我都会只要有精力 我都会去回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有什么想法的 都可以来找我去聊一聊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加就是自主的 这样一个搭配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就不要盲从 不要跟风就好 就自己把自己的这样一个个性和特点展示出来 拜拜 好尴尬 录到这一段特别紧张 做话说错话 做话说错话 这我介绍的包含哪些内容 大家好我叫B 就结束了 对